注意這條影片是自我審查版 如果已經加入了會員的 記得登入 然後去我的頻道 再選擇Community 你就會找回相關原汁原味版 非會員如果想加入的話 也可以在我下面的Description 欄 或者在Subscribe 旁邊有個 Join 按鈕 Warning Self-censorship Activated 警告 自我審查已經打開 據這些消息 現在是無從稽考 但是我只要重新重點 到目前為止所有事情 都不是一隻手掌拍得向 都是一個建築的泛民一拉一扯 一邊推一邊推 才可以造成的 即是整個局 只要他們想再發動 又會再發動 目前來說 你說他們手足被拘捕了 但是其實 你看到就算上次理大也好 是起碼有幾百的 當中最活躍的份子是逃脫的 即是你看立場有個訪問 據他們這樣說 有幾百人 是在一個市渠那裡逃脫了 又繩又逃脫了百多人 即是我覺得是爬渠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說那百多人是 你看到那些片段 在橋上 下面有些車隊接他 那是在大街上的 即是我覺得也是 即是為什麼這樣呢 即是一邊就說包圍到鐵桶一樣 是吧 你百多人去 四散都跑不掉 一方面就告訴我 大搖大擺這樣可以 只要駕駛那麼多電單車進來 那裡怎麼都是大路 大路 那些天橋怎麼會呢 怎麼會沒有人來呢 那些警察又說 遲了二十分鐘才到呢 即是有時候我都覺得 這些是 不是放鎖是什麼呢 那我一直跟你說 Liberals他們在國際搞顏色革命 他們必須要有滲透一些人 滲透一些 即是他們的鐵膽 即是他們的直屬部隊的人 這樣才有機會可以搞成 再配合很多是義勇軍 有些是自願的投入 但是核心的一些鐵膽 是必須要的 你搞什麼都要的 是吧 你演唱會 你未真是很紅之前 你一定有些做妹的 是吧 有些送些票給別人去 是吧 一定是要這樣 做什麼都要 開一間新餐廳 你可能又要找人去排隊 那種那種 但是總之我怎麼都跟你說 不用想的了 這些是一巴掌拍不響的 一直以來 不是泛民建制 一拉一推一拉一扯 是做不出這些效果的 永遠都是一拉一推一拉一扯 這樣才行的 Warning Self-censorship Activated 警告 自我審查 已經打開 這些東西是熟實的 不會是 他們一班小孩自發的 而他們這樣 你看到他們不停教他們 那種戰略 都是 零遲 我之前這樣說 零遲處死 又不是一擊打中心臟 就要你片下片下這樣 那現在香港 大家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都說 準備有赤字 15年來 第一次政府有赤字 總之就是 現在就借些意了 借些意就是告訴你 總之為什麼沒有了錢 衛羽又把匯豐銀行的生存能力評級降級 展望負面 而他的違約評級 維持在AA- 展望也是負面的 另外陳茂波自己出來說 美國落實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他相信美方不會輕易限制港元和美元的結算 不會輕易限制 相信強調現時不至於去到這個層次 這樣 他說 未來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早前已與相關金融機構進行了防震措施 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些不說了 總之呢 搞一堆東西 他就可以支撐平穩發展 這樣 那陳茂波他哨介事這樣說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 就是 這樣說 首先你要記住 他內心在想什麼 他們啊 內心就是怎樣去發亂世財 怎樣去賺盡 你不要再天真想其他東西 他們的目的是這樣 那所以他現在時候呢 自己在那裏說這些東西呢 就是一個市場信號咯 他想發放一些市場信號 那而發放這個市場信號呢 就是告訴你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暫時呢 就未至於這樣的 所以呢 美國政府他又不相信 那麼輕易會這樣做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合情合理啦 你要不讓人用美金 就是最後的手段 從來以來這些呢 就是除非我都說 你起碼要去到 天安門2.0升級版 是不是 真是 嘩很恐怖的 大災難 這樣呢 才會去到這樣的 極端的措施 那 所以他說這句 基本上是廢話 廢話來的 但是 又難免讓人感覺 你好像沒有什麼底氣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 平時正常 他們用語 要有底氣的 就是說 我們相信絕對不會 一定不會 是一定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是天方夜譚 甚至乎是 是不是 他想你覺得 就是 哎呀 有機會危險了 講完危險了 是不是想引人去沽空呢 又 是不是想引人去沽空呢 機會點都大些的 就是 WTO 關稅 關稅地位的 那些事 因為那些 已經應該 舊期 我之前是 好像兩三個月前 講的嘛 就是說 已經是檢討之中 究竟 應不應該 WTO 再當香港 是一個 發展中的地區 是不是 根本就不 make sense 其實也是不 make sense 的 也是必須要改的 而我看這個新的Trump administration 那些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他們是 做事是有文有路的 就是他們 都是這樣說 要兩三個月去做report 是不是 就是有了成堆資料 他們做事始終就是 有文有路的 你真的判了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心服口服的了 所以呢 這件事我預期 就是早晚在一個點 他們覺得時間對 就推出來 是不是 就是說 OK 現在你這樣 你那些關稅的地位 就動搖了 就是這樣 類似這些 這些這樣的事件 這樣才會導致 真是給了一個藉口去 嘩 真是不行了 好多外資 有什麼資金逃離啊 這樣 那一逃離 你香港的婆氏騙局 作為一個 純粹是 那些人把錢進來 你給一些認識人 是不是 就是一般的那種 那種 借貸模特兒 其實就是 我講到我是很有信用的 那你對我有信心的 那你把錢放在我那裡 是不是 那我就 會說 把你的錢賺大去 那就是 就放在中國大陸那裡 投資了大部分 我不記得 四到五六成這樣 的金牙 就放在大陸那裡 而大陸你看到 哪裏會有前途 所以你就知道 最典型的一個 這樣的情況 那也都再衷心 多謝大家的 所有 形式的支持 包括你收看 好 你Share subscribe like 所有東西 都很大的幫助 留言 那更加 當然就是 你加入了會員 一些更加實質的支持 那這件事 當然是 很大的鼓勵 也在